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英国殖民风格设计 应有着白色墙体而被当地居民昵称为小白宫 由于连续多个拱形的特殊造型 因此深受游客喜爱 非常多人在此拍照 游客数量多时 还需等上几分钟才有机会拍照 真理大学 前身为淡水工商管理专科学校 是台湾教育史上第一所学院纪大学 1872年马街登陆淡水 选定县指新建校舍 后人称之为牛津学堂 汉名为理学堂大书院 是台湾最早的理学堂 1884年马街在牛津学堂东侧建立淡水女学堂 经并入淡江中学 因淡江中学不对外开放 只能在墙外远观 马街共建立六十间教会 两所学校 一间医院 一座博物馆 1965年在原址设立淡水工商管理专科学校 1994年改制为淡水工商管理学院 1997年大礼拜堂完工 最多可容纳约1500人 由于位于山坡上 正面 侧面 甚至从最低处看 都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大礼拜堂最特别之处 1999年或教育部核定正式改制为真理大学 这次拍摄因为疫情尚未完全控制 部分校区并未开放 因此马街故居 姑娘楼都无法拍摄 算是小小遗憾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